修改就有的表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我单位的一个部门 滑雪花靠近它的时候,它就会出说明,这里叫你点选 这个功能叫做注解,那下面下次选择点起来,这边可以选 那你选就不会打错,那我可能要加新的名目怎么办呢? 好,这一格是在E12,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功能叫什么? 清单是在资料里面的验证 来,就这个地方,它告诉你参考位置在哪里 AF4到AF54范围 那达瑞斯绝对位置,从AF4到AF54 我要加一笔喔,所以呢,AF54,来,选择往下拉 AF54,AF4在这里 然后再加一笔,好,99,OK 打个简单就好了 那资料改完以后,你得告诉你的清单啊 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来,我们范围改咯 又增加一个新的名目 增加一个新的名目是在,刚是在E12 这里,然后去资料验证的地方 把它改成A55 AF55,所以呢,再拉回来 这地方选下最后的名目就是我刚刚设的,99OK 这地方是可以改的,所以呢,你这样表格才有弹性 你可能会知道修改那东西在哪里 那你,诶,老师,我们看到第一页 这个按钮在共用的,分页清单 预设的是储存格,缩小一点 这个,这一颗 那点这里什么,A4模式,确定喔,确定喔 这叫A4模式 这是A,纸张印出来这样 那点这里呢,它会帮你加编号 什么叫编号 顺便再提醒你,有要印的地方才出来 其他这些它不会出现,这一颗 我们设定,如果你设定列印范围的时候 OK吗?设定列印范围完以后 其他地方就变灰灰,我只要印这里 所以这一颗其实,在看的时候不要放 而且会出现印第一页、第二页 这顺便要跟你提一下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注捷 注捷跟资料验证有点点像啦 我们之前教过资料验证呢 点过去,这边可以提示告诉你 那你会出现个箭头呢 这玩意的是在教阅标签 这不是校阅,是教阅 学校的时候念学校啦 如果定证的时候叫教阅 那这功能叫做,这个,注捷 编辑注捷,来我点这一颗啦 成半人,对不对,来加咯 教育的地方是什么,新增注捷 出现名字了,告诉人家 这里要输入怎样 我是随便打咯 好,请输入 软名就好了,这边可以加提示 好来,加完以后呢 下次再靠近它,有红红的 就输件提示了 注捷可以这样加 诶,老师这名字自己出来的,名字在哪里 名字会去系统抓 在哪里抓,在档案的选项 你是要修改都在这个地方 进来的地方呢,底下,在一般标签 就在这里抓 如果那台是你的电脑常在操作的话 你应该把这里改成你名字比较方便 哦,这注捷加起来,我再看一下 呂充弦做的 确定哦 我再加个注捷,旧的没有用了 新的,验收证明 我们这边在教育标签 我再新增个注捷,就出现呂充弦做的 那这边可以加说明提示 通常一过来的时候,你在这里 要告诉你,请你点选,这里呢 哦,这个功能 你只要看到红色的上角 哦,记得要登打,这个我提醒你 就打在这里 哦,这可以加 来,各位试试看看